HELLO 弟兄姊妹 大家好 很高兴再一次的能够回到大家的当中 与大家一起来 在小组里面一起讨论神的话语 我相信当我每次这样聚集的时候 神的同在就在我们当中 今天我也很高兴 我们能够一起来研究上个星期 我们在教会里面听到的信息 神给我们赞美灯塔教会一个意象 在今年2020年 就是进入一个新的领域里面 但是我盼望的是 我们无论你要进入哪一个领域 有一个领域是我们大家都一起需要进入的 那一个就是属灵的领域里面 我要透过圣经 今天我们一起从使徒行传 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讨论神如何的 让我们看见第一代的基督徒们 他们如何从一个领域 进入到另外一个新的领域的时候 他们做些什么 好不好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有带圣经的 我请你拿出你的圣经 我们一起来阅读 属灵集团第一章 第一节到第十一节 看着我们一起准备 不小心 看着我们一起装装 是这里的 我们一起装装 不过来 我们一起装装 我们一起装装 不是备装 太阳和座 对ация 企判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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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聚会里面,我们谈到要具备过一个圣灵的生活呢,我们第一点需要学会等候。 但是等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人都不喜欢等,而且等待有时候会非常的痛苦。 等待使我们产生对神许多的疑惑。 可是当我在思考,我们为什么在机场等候飞机起飞的时候,我们能够比较的轻松一点点。 原因是在机场,它设立了很多的购物中心,以至于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都分散了,以至于我们等候的时候,我们能够比较轻松。 好不好,在今天的第一个讨论的问题里面,我希望大家一起来回应,如果你有等候过神的经验,可以告诉我们你是如何的坚持等候的神。 因为让我们彼此来分享,一起来学习,一起来鼓励,当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我们能够作结什么,以至于我们不会失去我们的目标。 Hallelujah,谢谢弟兄姐妹,大家彼此的分享。 如果说你已经学会等候的话呢,恭喜你。 但是呢,如果说你还想要晋升,去学习等候的功课的话呢,不如我建议你可以去马来西亚的政府医院,学习看看医生。 你就知道你能够训练你等待的这个功力。 好了,我不太多说,我们进入第二个讨论的问题。 那我们要跟随圣灵引导的生活的时候呢,我们有第二点,我们要怎样的来跟随圣灵? 那就是呢,我们要学会有一幅图画在我们的脑海当中。 那幅图画是让我们能够坚持走下去的。 在圣经里面呢,十字经传第一章的第九节,这么告诉我们说, 耶稣升天过后呢,门徒看着耶稣升天。 而有天使告诉他们说,耶稣如何的去,他们看见了耶稣要如何的再来。 就是这样的一幅图画呢,让门徒能够经历,在经历许多的逼迫的时候,他们仍然能够持守。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祷告说呢,求神给我们一幅图画。 好不好?这时候呢,我希望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功课。 一起来讨论,或者是你能够拿一支笔跟一个纸,我们画出来。 今年,或者是你知道神在过去当中,给过你什么样的图画。 以至于呢,你能够一直紧紧的跟随神。 好不好?我们这时候一起来花一点时间。 如果你没有的,我也祷告,在彼此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也求神赐给你这样的一幅画面。 可能是对你的家庭的画面,可能是在你的经济上,你可能有一幅画面,有一幅图画。 或者是在你的孩子,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很多许许多多的环节里面。 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如何的,在神给你的画面里面,你看见的是什么。 Hallelujah!弟兄姐妹,谢谢大家富有创意地画出你的图画。 或者是用言语形容出神给你心目中的一幅图画。 我要告诉你在聚会当中,我们一起学习的一段一句话,是非常棒的一句话,让我们一起记起来。 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有看不见的价值。 当我们拥有这样的一幅图画的时候,我相信是你非常珍惜的。 那幅图画,值得让我们付出一切,去得到,去争取。 就好像耶稣看见你跟我的生命一样,祂看我是有价值的,祂看见你是有价值的, 以至于耶稣为我们上了十字架。 今天让我们好好地来感谢我们的神。 在还没有结束之前呢,我们要来学习最后一点,就是跟随圣灵引导生活呢,你需要勇气,我也需要勇气。 而我们需要勇气来做些什么呢? 答案就是呢,我们要来做信心的决定。 许多时候我们都在考虑说,我们要如何做对的决定。 但是,但我们跟随神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是信心的决定。 是因为在这个我们活在的世界当中,它冲击我们基督的价值观。 许多的价值观,在圣经里面教导的,是跟这世界的,是对立的。 而然而我们成为一个跟随圣灵引导的生活,我们会活出圣经的价值。 所以呢,在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讨论。 在现在你的生活当中呢,在你跟随主的道路的过程里面,你是否有被冲击到你的生活价值。 是否有人反对你一些,你因为要为主而站立,以至于呢,你被别人逼迫的这个经历。 而你是怎样的来胜过,你是怎样的来面对。 或者你可以来分享一些,现在你所面对的挣扎。 因为你要为主而站立,因为你选择站在真理上面,究竟你受了些什么? 好吧,我们这时候一起来讨论。 哈利利亚,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的小组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但是在结尾之前呢,我真的要祝福大家。 我相信这篇信息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 今年让我们一起跟随圣灵,进入一个新的领域里面,让祂来带领我们。 最后在结束之前呢,我要在这里恭贺大家新年快乐。 有一段的经文,我要来祝福大家。 就是弟兄姐妹啊,我祝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康,就好像你的灵里兴盛一样。 记得如果有时间,你可以来我家找我拜年。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